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芒果虽然没有赶上选秀的热潮 在俄语淘版101系偶像时 还愣愣的一个类似的选秀都没有出 导致错过了很多机会 但它在制作音乐相关综艺方面的能力 是不需要质疑的 从经典项目《我是歌手》 到如今的时光音乐会 再到即将开始录制的《生生不息》 不管是哪一种歌曲风格与氛围 平台都能够传递出好舞台给观众 而要问此类节目里 谁是目前办得最好的 那必然是还没有上线 就靠冠名费惊讶网友的浪姐了 印象里各方面都中规中矩的节目 如今第四季即将启动 招商费用里 独家冠名的价位直接抬到了5亿 与第一季的4000万相对比 翻了一倍都不止 当知道樊密林投入节目时 还被调侃为豪志 因为当时并没有看好 一群中年女人搞唱跳 从平平无奇 且甚至被唱衰 到如今作文真人秀市场的前列 浪姐系列的成功离不开四个人的支持 宁静霸气介绍开启全员萨爽 张雨起意外好笑称起节目效果 第一季两大出圈人物 首先最应该介绍的是 自己不想自我介绍的宁静 别的姐姐老老实实地回答自己的名字 这些年都干了什么事 她一听到这个问题 眉头皱起来 表示大家要是不认识我的话 那我不是白干了 宁静的肆无忌惮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一季姐姐们的洒脱 他们中大多数是为了曝光与通告费来的 每几个人一开始是想认真搞唱跳的 甚至四肢不协调的大有人在 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 在了解到淘汰与团队的意义之后 变得更加的团结起来 宁静的改变尤其大 从一开始的不愿意穿队服 到最后恨不得能够带回去 第三季去当师姐了 还不忘叮嘱人家多穿穿 如果说宁静是第一季的热度看点的话 那么张雨起的憨憨不恙 则称起了她作为喜剧女星的人设 出台之所以唱粉红色的回忆 是因为想让KTV换上自己演唱的版本画面 就算上台就顺拐 也能够自信地演唱完整的一首歌 得到S卡之后还觉得自己光芒无限 是导师对自己的肯定 她的傻乎乎 首播就给节目带去了欢笑与话题 纳英天后来袭与宁静组成了 诗节组格外斗气 王心灵带领整一季翻牌 第一季是搞笑与实力并存 第二季就有些惨了 各方面的成绩都不如之前的 好在导演组还是保了一手 让纳英与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第二季没让她翻红 第三季就让她跟宁静组成师姐队 对抗 纳英在第三季便完美地 释放了自己的搞笑本能 时不时地登上热搜 傻大姐的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要论贡献的话 第三季的王心灵发挥更大 她的出现才真正解决了 第四季敢要武艺的决心 一首出舞台爱你成功勾起了复古的潮流 靠着有作品在身 王心灵甜心教主再次强势回归 依旧低调 但惊艳的舞台 让她在节目里一路赢到底 最终不负众望 拿下了冠军的荣誉 事实证明 果然路人员是个好东西 芒果这张怀旧牌打的 打出了真正的王诈 浪洁的风神离不开各位嘉宾的加盟 也自然跟节目组的创意有关 当初要是被唱衰就退缩 不做这种综艺的话 或许芒果就会失去代表作了 所以有时候风神的根本便是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但王心灵一上场 出镜机会就少得可怜 出舞台后半段的舞蹈被一剪眉 整个节目三个半小时 王心灵只有七分钟 还不如宁静吃个盒饭的时间长 王心灵也不是没有出镜啊 别的姐姐在聊天 王心灵的背影出现在后面的洗碗池 男人们撒花式的玩起了梗 有人评论 死去的青春又来攻击我了 追他使我高三 现在我三高 他还是那个少女 最狠的是B站 让腾格尔唱爱你 网友弹幕 闹心主教腾格尔 唱出了心梗的感觉 捅了中年男人的窝后 王心灵凌晨两点发微博与粉丝互动 听同事说 大家这几天在网络玩得很开心 如果这几天让大家想起美好回忆 那真是一件更好的事 一条状态得到了3.8万条评论 点赞68.3万 回应及时又专业 根本不像是一个过去十年的艺人 那时候王心灵经常因为训练强度太大 浑身是伤 但还是常常带着视频 回到宿舍偷偷加练 有时候伤得重了 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在2018年杨成林演唱会 王心灵上场助阵 两人合唱当你 彼时很多人都在说杨成林合唱没输过 结果那一场 王心灵的声音总是盖过杨成林 长得好机会多 王心灵还比别人更努力 王心灵爆火全靠资本助推 今天王心灵微博粉丝涨到600多万 抖音粉丝也已经超过了700万 抖音微博和QQ音乐是他翻红的主阵地 这完全出乎了芒果台的意料 和之前的张同学和刘更宏一样 王心灵的现象级爆火 营销推动功不可没 毕竟那些三高秃头油腻的中年男人 绝大多数在年轻时都不好意思看王心灵 那时王心灵甜心教主人设的受众是年轻女孩 现在网上正在持续发酵的爱你的核酸版 故宫社出版也是各大博主 蹭热度顺度推高王心灵的话题 同时周杰伦如日中天 孙燕姿 梁静如 肖亚轩各自通过独特的风格 在娱乐一线占一席之地 王心灵的头顶上几乎是密不透风 只能算是一个二线艺人 如今39岁的王心灵 自是不能和巅峰时期相提并论 但在几乎消失的十年里 他一直在竭力保持的专业水准 为了挽回热度 他也曾尝试过大胆的转型 他唱苦情歌 比如变成陌生人 忘了我也不错 匿名的安慰 也曾挑战性感 在2014年的专辑 《第十个王心灵》里半裸出镜 但这些尝试啊 无一例外的石沉大海 痛定思痛 2018年王心灵选择回归甜美元气风 推出了粉色封面的第十二章专辑 《爱心灵》 在《浪起三》中 王心灵唱一首《爱你》就引起了回忆沙 是他20年如一日 坚持苦练的缩影 不管浪姐是否重视他 他的实力已经足以实现这一次爆火 二人颜值倒也不错 唱歌却没有一点音准 旁边弹钢琴的朗朗都听笑了 流量可以让艺人一夜之间成为大众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缺乏实力的艺人在流量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几乎就只有翻车一种可能 在他们面前 王心灵用老哥装嫩来翻红 底气真是太足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